你们都说金子长得显老 说他总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看着你们的评论 再转头看看我的大金子 儿子比长得确实与众不同 所以我就在想 他是真的就长这样 还是他真的不开心呢 为了解决我的疑问 我给他拿出了他心爱的零食 他很开心 露出了期待的笑容 但在吃完的那一刻 笑容一定消失 又拿来一个新玩具 他也笑了 但在拥有的那一刻 笑容消失 我又带他出去玩 发现出门的时候 他也是有笑容的 但在回家的那一刻 笑容消失 放几集动画片给他看 全程也是有笑容 但在关闭电视的那一刻 笑容消失 所以在金子的世界里 快乐大概是这样排序的 动画片 大于出去玩 大于吃零食 大于新玩具 但这些快乐终究比较短暂 我在思考一种 能让他持久快乐的方法 汤圆 也是 自从搬家以后 金子也有日子 没见到他的女朋友了 原来每天晚上 都要一起溜弯 不见到汤圆 绝对不回家 再看看现在呢 跟单身狗也没啥区别 今天天气正好 不如带着金子去约会吧 金金 你一会儿就能见着汤圆了啊 汤圆的金子 真的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思念 对着汤圆一通表达 汤圆在边上开心的玩球 金子就趴在他边上 默默的守护 突然来了一只拉不拉多 打破了浪漫的氛围 对汤圆表示了好感 汤圆也似乎对他感觉还不错 金子就坐不住了 跟拉不拉多开始交涉了起来 也不知道他俩说了什么 拉不拉多转身就离开了 然后金子又美了 回到家以后 累坏的金子美美的睡觉 第二天起床 金子还是很开心 乐得合不拢嘴 第三天起床 金子还是乐得合不拢嘴 我终于找到了 能让金子持久快乐的方法 那就是让他多见他的女朋友 哎 你说银子怎么没有 那么多精神世界需要丰富啊 我想可能银子的世界 只有妈妈吧 你看金子那么丰富的表情 就知道了 他一定是一只 有很多想法的小狗狗 今天以后妈妈 每周都开车带你去找他们玩好不好 嗯哼 嗯哼